不胖爱旅行 玩家带你玩房车 我们现在不是正开着我们的长城炮皮卡 拖着我们的羽童T512拖挂 在环游大西北的路途中吗 然后我最近发现有很多网友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 你们的拖挂会不会死亡摇摆啊 你们路上有没有遇到死亡摇摆啊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避免这个事的 包括我们在路上到底有没有遇到死亡摇摆的情况啊 那其实关于死亡摇摆 它的发生不光跟你车本身的 比如说配重呀 一些性质有关系 其实同时呢 还跟很多复杂的因素有关系 比如说路面因素呀 天气因素 这个风的因素呀什么的 所以说我今天只说的是 我们在玩这台车的过程中 通过哪些方式去注意 不要让我们的车有死亡摇摆 然后达成的效果啊 首先第一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车目前为止啊 是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死亡摇摆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 没有感受到 而不是直接说 没有过呢 因为有可能啊 是后车有摇摆 但是 因为一些因素 我们前车没有感受得到啊 所以说严谨来说是没有感受得到 那我们这次来新疆 包括穿越整个青海走的路况 也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跟着我们的旅行视频 一路估计也看到了啊 我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路况 荒漠戈壁啊 山路 山区道路啊 包括 其实这个 各种各样的 气象环境也经历过了 包括有沙尘暴啊 有风啊 可能在最大的风量的时候 大概得在八级左右风啊 就是横风的情况下 然后呢 包括我们的车速 我们基本上在 国道上是60到80的跑 然后在高速上是按照80到100之间 这个区间来跑 最快的话 跑到过110啊 这个是我们行车的一个条件情况 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没有明显感受到 后车有死亡摇摆的产生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为什么通过哪些手段 来让我们的车达成现在这么一个效果 包括我们的车本身 前车后车都具有哪些性质 让死亡摇摆没有明显的发生啊 首先第一点是前后车的配重 大家知道我们前车是一个 长城炮的皮卡越野版 这个前车本来就比较重 后车也是比较重的 其实前后车 我们在有一次上高速收费站的时候 刚好啊 是前车满油 后车把清水箱加满 满水的状态 看了一下那个收费站的地泵 是4.3吨 前后车加在一块 那么我们的前车大约是2.7吨左右 后车呢是1.6吨左右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配重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实我们前后车的配重 是非常合理的 前车比后车要重了一吨左右的重量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刚刚说的 为什么我不说我们后车 没有发生过死亡摇摆 但是有可能有轻微的摇摆 我们有感受得到 就是因为我们的前车 比后车的这个重量的比值够大 前车够重 所以说有可能后车 在轻微摇摆的时候啊 我们的前车 其实是没有感受到的 而且我们因为前车够重 后车是拖不动前车的 那么慢慢慢慢摇摆停止了以后呢 这个我们自然是感受不到的啊 这个是我们前后车 配重方面的一个影响 有可能发生过轻微的摇摆 但是我们没有感受得到啊 第二点我们比较注意的是 前车的一个拖拽装置 包括前车 因为我们的这台长城炮 是自带2.5吨千里自制的 所以说它原厂配备了 拖车方口和拖车限速啊 那么拖车方口的话 因为是原厂的 所以说它的强度够结实够大 包括我们在买这个球头的时候 那么这个球头我们的高度 我也是买了两个球头 试验了一下 一个是两寸 下沉两寸的球头 一个是下沉四寸的球头啊 那么通过这两个球头的试验呢 最终我选择了下沉两寸的球头 这个就说到球头高度的问题了 其实我们的拖挂房车 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就是你前车球头高度 在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呢 就是你挂上车包括你的前车后车 都正常是行驶满载的一个状态下 那么你的整个拖挂的前面 比后面稍稍的低一点 这边是拖挂前面啊 这边是拖挂的后面 你前面比后面稍稍的低一点 或者说是平行 这样的话是最好的 这个是关于球头高度啊 还有就是关于球头压力啊 我们这台车 后车拖挂是总重1.6吨左右 那么拖挂车的球头压力 其实最好是保持在整车重量的 5%到10%之间啊 我们这台车 整车的球头压力 之前给大家测过啊 大概是120公斤左右 也就是说大概保持在7% 8%这么一个球头压力 所以我们的球头压力 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那通过这些拖拽机构啊 球头压力 球头高度 包括我们这个前车所带的 原厂的拖车方口 包括啊 其实我们在这个原厂拖车方口 和我们的拖车杠之间 也加了一个稳定的一个铁片 把它抱紧 让它本身很稳定 通过这四个因素呢 我们就让我们的前车后车 在连接机构这一块 本身足够的稳定 那么球头高度又影响了 我们后车拖挂 前后的一个高度啊 让它保持在一个 比较合理的范围内 所以说通过连接机构这一块啊 让我们的拖挂房车进一步的去减小 它有可能产生死亡摇摆的因素啊 第三点我要分享的 其实是我们这台拖挂房车 因为用到了一个科诺特的牵引头啊 这个科诺特的牵引头 基本上也是德国进口的 这个Hobby房车 预用的牵引机构了 那么这个牵引机构 其实相对于艾科的牵引机构啊 它没有艾科的这个AKS 就是额外加紧 因为艾科它的那个球头 伸进它的拖挂机构里面以后 它不光前后有加紧 它的左右也有加紧 所以说它抱紧球头的效果 应该是挺好的 但是这个科诺特啊 虽然说它的这个加紧机构 在牵引头里面只有前后有加紧 但是我们觉得加的是足够紧的 而且整个机构用起来 也是比较好用比较丝滑的 所以整个的我们这台 羽通拖挂房车配备的 这个科诺特的牵引机构 也是比较好的 也让我们进一步的 减少了球头和牵引头之间的 这个框量 进一步的减少了 这个死亡摇摆的风险啊 我要说的第四点 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了 就是其实我们的这台 偷挂房车 我们为什么在它 有一些小问题的前提下 我们还对它满意度非常高呢 它的配重非常合理 大家知道 其实偷挂房车的配重 对于是否容易产生死亡摇摆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首先这台车 它的左右配重是比较平衡的 基本上比较重的东西 左右分布比较均匀 包括一些更重的东西 它都是分布在车的 纵向的中轴线上 所以说左右配重没问题 那么前后配重 它其实就更好了 甚至要做的比很多成熟的 国外的 偷挂房车要更好 为什么呢 这个核心点就是 这台车使用的是一个 独立减震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它的减震器啊 这个是车体 它的轮子在这 那么减震器是分布在两边的 中间是没有轴的 不像那种艾科的像扭力轴啊 它是两个轮子 中间是要有一根轴穿过来的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独立减震 会增加它的稳定性呢 其实就跟它的布局有关了 大家想一下 如果减震器只在两边的话 那么车体中间是有空间的 这台车把它的最重的 清水箱和灰水箱 都挂在了整个两个轮子的 中间的位置 也就是虽然说这个轮子是没有轴的 但是它相当于把最重的水箱 安排在了车的一个轮轴上 因为这台车两侧用了独立减震 所以说它的中间是有空间 直接布置水箱的啊 那么为什么说这种扭力轴的 非独立悬挂的房车 它在这一块就存在一个先天的劣势呢 因为大家想 它的两个轮子中间是一个轴 那么它的水箱在布置的时候呢 只能说布置在这个轴的前面 或者轴的后面 或者说轴前轴后各掉一个 它肯定是没有直接放在这个轴 正中间的位置稳定的啊 所以说我们这台车 其实在加了水以后 把清水箱完全加满以后 我觉得跑起来 其实是更加稳定的 那这个就说到 有一些进口房车 其实用的都是艾科的底盘嘛 它的这个扭力轴啊 是在车底的 那么它的水箱是布置在车底的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进口房车 它的本身原车的水箱是比较小的 它基本上都是放在车的 一个行李舱里面或者说 我们进口进来 后期我们玩家改装的时候 都会在它车前舱的这个床下的 行李舱里面放一个水箱 那这个水箱其实基本上 第一啊 它是离车轴是很远的 第二的话 它是可能会在车的前部或者后部 这样的布局就会导致 很多的进口托刮房车 进了国内以后 经过车主的改装 那么它把水箱装满以后 它的不稳定性会增加 就是因为它的水箱位置啊 左右也不是在正中间 前后也不是在正中间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台 拖刮房车这么稳定啊 就是跟它的独立悬挂 能把它最重的水箱 安排在正正的轴的位置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整体啊 现在目前已经开这台车 开了有 这次旅行已经有六千多公里了 在这次旅行之前 我们还开了几百公里 就是目前这台拖刮房车 我自己已经开着它 跑了将近七千公里的路了啊 整个开起来真的是稳定性 非常的强啊 这个就是车身配重带来的 第五点我要说的 其实是呃 我还没有用到的一个点 但是我已经为它做好了准备 就是我们这台拖刮房车 因为使用的是一个电刹的机构 它跟传统撞刹不一样 之前我们说过啊 它是通过前车的刹车信号 直接传递到后车的刹车上 相当于后车和前车的刹车 是同步的 是通过电信号来实现的 那么电刹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一旦我们的后车 真的发生了死亡摇摆 并且这个摇摆的幅度比较大 需要人工去干预的话 我们的前车的里边 这个刹车同步器上 是有一个强制后车制动的按钮的 也就是说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们后车摆起来以后 我前车上让后车单独的制动 而我前车不制动 那么我后车一制动的话 是不是马上它就会前车往前跑 后车一制动 它就会拉直 这个摇摆的趋势 在后车的制动下 就会一下子消失了 对吧 这个也是我们电刹的车型 对于死亡摇摆 先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 更加安全 更加可靠的一个原因 这个也是当时 我为什么选了这台雨童T512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带的是一个电刹 我是觉得电刹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以上五点 其实就是我们在用这个长城炮皮卡 拖着我们的雨童T512拖挂 出来的这七千公里的路途中 我们为避免死亡摇摆做了哪些准备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些准备是比较散 比较细的一些点 但是呢 因为这么多因素汇聚到一块啊 我们这台车就达成了 目前我们开着没有感受到死亡摇摆的效果 并且我们经历过了这种大横风 八级横风的天气 包括路面有一些颠簸起伏的一些路况啊 都没有明显的摇摆 那这一期我们着重说的是 挂车死亡摇摆的事啊 那下一期我会跟大家大致的分享一下 这个车的一个驾驶感受 其实跟这期有重复的地方 也有一些这些没有说到的地方 那我们下期再跟大家分享 那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大家不要忘了长按点赞按钮 一键三连强烈推荐我们的视频 包括关注和评论啊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